一定要非常注意 当你看了这个房子的话 乍眼看去特别漂亮对吧 但是你真的要非常注意 就是说它整个工程的质量 到底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住在硅谷的Marie 再跟大家讲一讲 有五类房子 是绝大多数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的 也不会注意到的 可能没看我今天的视频 可能就会踩坑就买了 然后买完可能就后悔 但是今天只要花10分钟时间 看完我所做的这条视频之后 你可能就知道 原来这些房子 是的的确确最好不要买的 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帮助你们去避开买房的坑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在我的频道里会分享 投资房地产的一些经验和市场分析 我也会把自己在硅谷投资房地产 收获到的经验 分享给你们 大家如果在美国要买卖房子 那从今天开始呢 就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那第一种情况呢 我要重点讲的就是 大家千万要注意 前月后月那种有大树的房子 首先第一个 树大的话呢 采光肯定就会受到影响 而且如果这个树叶啊 长到邻居家了 就是它长到邻居家了之后 有可能你要花钱去请人 把它给trim掉 就把那叶子给剪掉 那到了秋天呢 这边还要落叶 然后还要花时间请那种governor 去吹树叶啊 打扫啊 如果不舍得花钱 还得自己去扫树叶 更要命的 我觉得不是树叶啊 树叶其实还好 你打扫完了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 那个要注意 它地底下的树根 我遇到很多种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 就是树根 它长太长太粗了 然后它长到地底下 它会影响这个水管 它会把这个水管给戳掉 所以我之前有客户 他们家里面就是漏水 就是因为外面那个 Sever line 它那个水管 被这个树枝给戳到了 所以又要花钱去请人 把它修理好 而且我还遇到一些房子 也蛮常见的 就是当树长得很大的时候 树根呢 它会影响这个地基 尤其是要注意 就是这个树 千万不要离你的房子太近了 所以当看房子的时候 你注意到前院后院 有一些树 它真的长得离这个房子很近 那千千万万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这个房子的地基 是有问题的 那所以我这个并不是问言总听 是因为之前我确实有一个客户 他并不是找我买房 他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是去到他家里面去做客 我一走到那个房子里面 就突然觉得就是 他这个房子吧 有点不对劲 就是走进去就感觉人有点晕 然后呢 那个地板呢 是有点倾斜的 所以我当下就注意到 他那个房子 那个门窗啊 都有些关不紧了 而且那个trim旁边 他有个裂缝 我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家的这个地基 肯定是应该是有问题的 结果你说说 他真的是 就是因为他家门前 有一个很大的大树 那个大树就把他们家的地基 给影响到了 你要想砍这个树吧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砍的 如果是这种大树的话 政府要审批的 你要去申请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砍的 如果审批不通过的话 这个树还真的是砍不了 所以就很头疼 第二个我想要讲的就是 当这个房子 它的整体的结构 还有这个floor plan 就是格局有问题的时候 咱们千万要注意了 因为很多人呢 其实我发现啊 就是不少人看房子 他总会是看室内的 哎 居住面积有多大 就是觉得好像是越大就越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太科学 因为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这个房子 它是有合理的floor plan 但是它面积 居住面积小一点 相比较于那种光是大 但是结构啊 那个floor plan啊 合理的房子呢 我会更加倾向于前者 而不是后者 我真的是见过那种floor plan 非常差的房子 它就是 有一个房子 它就是一条走廊 非常细长 浪费了很多室内的面积 还有一些房子呢 就是不知道它当时是怎么设计的 就是没有一个房间是方正的 全都是那种多边形的 走到里面就要七绕八绕那种房子 就那种房子的话 确实就很奇怪 所以不是说每一个房子 只要它大就一定是好的 我之前代理过一套 这个3B2B 就是三个卧室两个厕所 室内面积只有1040尺的这个面积 但是它的户型非常合理 就是方方正正的 没有一点空间是浪费的 而且它采光又很好 像这种房子呢 它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哎 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 第三种需要特别注意 尽量不要购买的房子呢 是如果这个房子 它所在的区域是有租金管控的 那样子的话会严重影响到租金的收益 还有需要注意是不是有Session A 也就是说这个有政府补贴的那种 可负担房屋在旁边 或者说社区的附近有Shelter 就是那种收容所 或者如果正打算要建造这种流浪汉的收容所的 就这些都会导致到你的这个价格 房屋的价格的升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社区的安全性 我觉得也会有影响受到威胁 举个例子好了 Santa Clara现在就有好几个流浪汉的收容所 而且还要准备新建造超过800个这种经济试用房 给低收入家庭 还有无处可归的流浪汉 给他们提供住所的 因为Marie就知道有一套毒洞 现在就是很不幸 就是在她的对面就真的有一个Shelter 导致这个房子在市场上 真的放了好久 我记得是放了超过四五个月了 都卖不掉 好那第四个需要注意 尽量不要买在太靠近一个小区出入口的房子 虽然说这种小区出入口的房子 它确实是比在高速啊 大陆这样的房子会好不少了 高速路的房子啊 你真的是不仅不安全 就是很吵很吵 就是那种24小时的呜呜呜吵 尤其是当那种摩托车经过啊 就是会很刺耳的 所以那种房子千万不要买 那虽然这样子在小区路口边的房子呢 确实这个车流量没有这么大 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你想啊 就是小区它每一辆的车 它都要经过你家 就出出入入的 这种隐私性就不是很好 所以能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了 最后一种大家要注意的房子 就是在那种很短时间之内 快速翻新的flip的房子 一般哈 就是这种房子呢 都是专业的flipper赚钱的一种方式 很多翻新房 它真的只是翻了个表面 就是很多里面的 像什么水管管道啊 地基啊 电路啊 这些看不到的地方 它可能就真的是没有做 一定要非常注意 当你看了这个房子的话 它是很新 哎 乍眼看去 特别漂亮 对吧 但是你真的要非常注意 就是说它整个工程的质量 到底好不好 比如说它的走线呢 它的这个地板铺的怎么样啊 它的瓷砖 它就这种质量问题 就是一定要看清楚 而且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看 它房子里面的材料 到底有没有翻新过 比如说这个水管 它还都是几十年 都还是那种旧的铁管 那铁管呢 当然就是说很容易生锈了 那现在大家的这种水管的话 通常都是那种 就是铜管了 就那种铜管的话 才是现在最符合 我们现在 这个现代化的这种趋势 这种材料 我不是说所有翻新房 都不建议买 就如果要买的话呢 确实省了很多事 因为时间拎包入住了 但是呢 如果真的是要买这种翻新房的话 咱们一定要看清楚 而且最好要拿到它 上上任屋主的检查报告 那我通常都会帮客户 把这个检查报告 看得非常仔细 就尽量的帮我的客户 把这个风险要降到最低 就避免就是住进去之后 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去维修维护的风险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作为多年地产经纪人 给大家总结出来的 这五大类型的房子 如果大家看见的话 你们千千万万的 就是要尽量避免 或者说要千万注意的 那我是Marie 关注我 学习更多美国地产干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